全能神说 这样才能得着神的救恩 才能真正成为活人 阿们 狂妄是人败坏性情的病根 人越狂妄就越容易抵挡神 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人有狂妄性情 不但目中无人 最严重的就是目中无神 别看人外表信神跟随神 人并不把神当神对待 总觉得自己有真理 自己伟大 这是狂妄性情的实质根源 是从撒旦来的 所以狂妄的问题必须得解决 目中无人那是小事 关键是人的狂妄性情 让人不顺服神 不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总要与神真权利控制人 这样的人没有丝毫敬畏神的心 更别提什么爱神顺服神了 阿们 看了神的话 我想到了以前的一段经历 那时候我心情特别地狂妄自食 就觉得自己这几年 一直做教会代理 做了一些工作也受了一些苦 尽本分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我就把这些当成了资本 谁也不放在眼里 后来经历了一些对付管教 借着神话语的审判揭示 我才对自己的狂妄本性 有了点认识 从心里懊悔恨恶自己 开始注重实行真理 有了点变化 感谢您 2015年 我到一处教会做代理 和我佩大的李子妹 刚操练进代理本分 教会的执事组长 信息时间比较短 交通这里也有些浅 我心想 那我现身时间比你们都长 请带您本分也比较久 那我在教会 磕得挑起大量 也让大家看看 有经验就是不一样 所以不管您闹什么事 我都冲在最前面 教会哪个弟兄姊妹软弱了 谁尽本分有什么难处 教会工作果效不好 在哪里卡住了等等 就是什么问题最棘手 或是配搭同工解决不了的 我都主动去解决 一段时间后 教会的工作有了些起色 弟兄姊妹的情形 也得到了扭转 都能正常尽本分了 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 也都喜欢找我交通 争取我的意见 我这心里啊 美滋滋的 情不自禁地 赎算起自己的功劳 如果没有我掌舵 这时候教会的工作 肯定进展得没那么好 如果没有我的交通 弟兄姊妹的情形 也没那么快扭转呀 看来我还是有真理时间 能做些实际工作的 后来 你姊妹家里有事 需要回去处理 我倒一个人 担心整个教会的工作 刚开始啊 我觉得有点压力 心不敢离开神 每个小组聚完会 我都会了解 国效怎么样 所以小姐软弱 我就赶紧去扶持 一段时间后 看到弟兄姊妹 都能正常地聚会尽本分 教会的各项工作 也都顺利地进行着 我就松了口气 背由的又自我欣赏起来 就觉得自己啊 不愧是经过 好几年代理本分 见过的事多 处理过的问题也多 工作经验丰富 一个人就能多打一面 看来 我的确是这个教会的顶梁柱 尤其啊 想到这段时间 我每天起早谈黑地 做教会工作 不憨苦 不较累 就更觉得自己是有功之臣 不知不觉 我就活在了自满自作的情形中 独审审判揭示人的话 也不跟自己对后了 弟兄姊妹情形不好 我也不交通真理解决 还嫌弃他们 经常教训他们 都信誓多长时间了 还不追求真理 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 有时啊 交通过的问题 弟兄姊妹还是说 不知道怎么做 我不问原因 张口就责备 我看你不是不知道 是根本不想实习 弟兄姊妹都受我挟制 有什么问题 也不敢再跟我说了 后来 刘姊妹被选为带领 和我配搭尽本分 我觉得刘姊妹 信誓时间短 很多事跟她商量 她也不一定懂 所以教会你的大小事 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做决定 有时啊 做完决定 就直接安排刘姊妹去做 一次啊 带领来信 让我们推选 一个弟兄姊妹 尽向本分 我知道 这件事关系到沈家工作 得和佩达同工商量 可又一想 我在教会尽本分 这么长时间了 对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情况 都了解 我自己决定就行了 于是啊 我没和刘姊妹商量 就直接做了决定 并且啊 让刘姊妹去安排这事 就这样 虽然我俩配搭尽 带领本分 但我把姊妹啊 当成了一个指挥的对象 有时啊 姊妹哪个问题没解决好 我还给她脸色看 姊妹活在消极中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 尽不好本分 姊妹被我侠成成这样 我也没反省自己 反而更觉得呢 还是我有真理实际 有工作能力 教会工作就等我来安排 之后 我更加地专恨嚣张 去同工会商量工作时 同工提出不同的建议 很多时候 我连寻求都不寻求 就毫不犹豫地给否决了 心想 你们知道什么 我做了几年代理 还不比你们懂吗 就这样 整个教会的工作 都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后来 身心几环境对付我 我尽本分常常碰壁 约人见面凑过时间 选用的人员也不合原则 带领也指点出工作中的偏差 修理对付 面对这些问题 我还不反省自己 心想 下次注意就行了 童工提醒我 你是不是该反省一下 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 我很不屑地说 人无完人 谁做事还不出点差 那也不是什么事都得反省 有的弟兄姊妹就问我 你情心还好吧 我表面上说没什么 心里却想 我情心怎么会不好 就算情心不好 我自己也会解决 不用你们操心 我既待你本分这么久 不比你们明白这里吗 无论弟兄姊妹怎么提醒 我都听不进去 我完全活在败坏心情中 灵灵越来越黑暗 看神的话打瞌睡 祷告也没话了 后来教会出现的问题 越来越多 我两眼抹黑 对很多问题都看不透了 不知该怎么解决 没多久 教会进行民意调查 弟兄姊妹都反应我 特别狂妄自视 不接受真理 做事独断专行 还占地位教训人 挟着人 最后我被撤坏了 撤坏那天 带领把弟兄姊妹 对我的评价告诉了我 面对弟兄姊妹的揭露对付 我感到神的怒气 在向我发出 就觉得自己 好像过街老鼠一样 让人反感 神也厌弃 我想不通 自己为什么会落到 这个地步 痛苦中 我来到神的面前寻求 神啊 我一直觉得 自己对教会工作 最有负担 有些真理实际 没想到 现在暴露出 这么多问题 在弟兄姊妹的眼里 我是一个这么狂妄 不接受真理的人 神啊 我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成这样 愿你开启带领我 认识自己 明白你的心意 好 后来 我看到神的话说 你们最好 还是在认识 自己的真理上 下点功夫 为什么 神并不赏识你们 为什么 你们的性情 让他验证 为什么 你们的言谈 让他恨恶 你们有点忠心 就自夸 有点贡献 就要报仇 有点顺服 就看不上别人 做点小工作 就目中无神 尽本分的 不尽本分的 带领的 跟随的 接待神的 不接待神的 捐献的 不捐献的 传道的 得道的 等等 所有的人 都在自夸 你们不觉着 可笑吗 明明知道 自己信神 却不能与神相合 明明知道 自己一无是处 却仍然自己 夸耀自己 你们不觉着 你们的理智 已达到了 难以自制的地步了吗 你别以为 你什么都懂 我告诉你 就现在你看见的 你经历的 还没达到 能明白我 经营计划的 千分之一 你还狂傲什么 你仅有的 一点才华 仅有的 一点点认识 还不够 耶稣一秒钟的 做工来利用呢 你的经历 才有多少 你所看见的 加上你 毕生所听说的 你个人所想象的 还没有我 一时做的工作多呢 你最好 别挑毛剪刺 你再狂 你不过是一个 蚂蚁不如的 受造之物 你肚子里 所有的东西 还不如 蚂蚁肚里装的 东西多呢 你别以为 自己精力多了 资格老了 就可以挥手扬言了 你的精力多了 资格老了 不就是因为 我说的话吗 你还以为 是你自己 心情劳动换来的吗 阿们 神的话 揭示的正是 我的情形 我感到特别扎心 这在开始 反省自己 自从我进了几年 待你本分后 我就认为 自己做待你时间久 比弟兄姊妹明白真理 有工作能力 在教会中能挑大梁 教会工作 少了我不行 当我进本分 有点果效时 我就更觉得 自己什么都懂 有真理实际了 谁也不如我 我把信射时间长 有点做工经验 当成了狂妄的资本 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对弟兄姊妹提的建议 根本不放在眼里 更谈不上寻求接受了 甚至弟兄姊妹关心我 询问我的情形 我都觉得 我的身量比他们的大 我自己能解决 不需要他们的帮助 发现弟兄姊妹的 缺少难处 我不是交通真理 帮助解决 而是满了嫌弃 横看书看都不顺眼 占地位教训人 导致弟兄姊妹 受我挟制 活在消极中 我这哪是在尽本分呀 分明就是在作恶呀 流露的都是 狂妄自大的撒旦心情 想到 神默示道成肉身 发表真理做工拯救人 神做了这么大的工作 但神从来不显露自己 更被以神的地位自居 还是卑微隐藏 默默做着他拯救人的工作 看到神太卑微 太可爱了 而我呢 一个被撒旦败坏至身的人 满了撒旦性情 只是信神时间长点 比别人多明白一点自居道理 有点做工经验 我就把自己看得多尊贵 多有能耐 站在高位上下不来 我真是没有自知之明 不知自己半斤八两 狂妄的没有一点理智 实在太丑陋了 在神的显明中 我才看清自己真实的神亮 我尽本分能解决点问题 完全是圣灵做工达到的国效 没有圣灵的做工与代理 我良颜抹黑 什么事都看不透 别说解决别人的问题 就连自己的难处都解决不了 就这样 我居然还那么地不可一世 我是在太狂妄了 这时 我对自己的所作所行 感到羞愧 我又看到神的话说 你里面真有真理了 走的路自然也正确了 没有真理就容易作恶 并且身不由己 好比你里面有狂妄自大 不让你抵挡神也不行 非得抵挡 你不是故意的 是由狂妄自大的本性支配的 狂妄自大就是你藐视神 狂妄自大就是你不把神放在眼里 狂妄自大就是你好高举自己 狂妄自大就是你处处显露自己 狂妄自大最后使你坐在神的位上 见证自己 最后把出于自己的意思 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观念 都当作真理来供奉 你看 这个狂妄自大的本性 支配人做了多少恶事 要解决人的作恶 必须先解决人的本性问题 没有性情的变化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阿们 看了神的话我才明白 狂妄本性就是我作恶 抵挡神的根源 在狂妄本性的驱使下 当金本分有点果效时 我就把圣灵做工的成果 归到自己头上 别忘自己是教会中的功臣 还恬不知耻地认为 自己就是谋生拯救的对象 没有一点自知之谜 在金本分中 我处处摆老资格 看自己比谁都好 比谁都高 总是高高在上 还拉神的话 教训弟兄姊妹 安排工作时 也不和佩达的姊妹商量 而是独断专心 自己说了算 甚至在涉及到 神家工作的大事上 我也敢自己做决定 完全架空了佩达的姊妹 在教会中搞起了独裁 狂妄本性是我目中无人 心中无神 林导师不寻求真理原则 甚至还把自己的意思 当作真理让人听从顺服 想到当初神给天使长权利 让他在天上管理众天使 他就狂妄地失去了理智 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就想与神平起平坐 结果触犯神的性情 遭到神的咒诅 被神打到半空中 今天 神高太我竟带领本分 是让我凡是高举神 见证神 交通真理解决实际问题 让弟兄姊妹 论边白真理顺服神 可我呢 不在基本分中寻求真理 按照神的要求 把本分尽好 而是独揽大权 以我为中心 让人都听我的 顺服我 我这跟天使长 有什么区别 神兴起环境 让我碰壁 又借着弟兄姊妹提醒我 但我丝毫不接受 不反省自己 看到我太刚硬背腻了 我凭着狂妄心情尽本分 挟制了弟兄姊妹 导致他们活在消极中 难处得不到解决 教会工作也没有进展 这都是狂妄本性 支配我做的恶呀 是 我的本性这么地顽固 狂妄 若没有神 借着弟兄姊妹 严谨地揭露对付 扯换我的本分 我根本不会反省自己 这样下去 我只会做出更多的恶 出入神的信心 和天使长一样 造成咒诅惩罚 此时 我明白了神的良苦用心 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拦阻了我作恶的脚步 给了我悔改的机会 这是神对我的保守与拯救 我操心里感谢神 我被撤换后 刘姊妹引了正常的静本分了 听其他弟兄姊妹说 虽然几个心血上来的 带领执事 信舍时间都不长 但大家在商量工作时 谁也不持守自己 还是祷告依靠神 共同寻求真理原则 大家同心合一配合 教会工作逐渐有了起色 谢谢 这让我感到很萌羞 我总以为教会工作离了我不行 事实面前我看到 神家工作都是圣领做 圣领维护 不是哪个人能做得了 人只是配合尽自己的本分 不管信舍时间长短 在基本分中 只要人能依靠神 寻求真理实行真理 就由神的带领祝福 我尽本分不寻求真理 凭着狂妄性情 任意妄为独断专行 让神反感验证 神不带领 我失去圣领做工 就像废物一样 什么也做不了 是 想到自己 以往瞎狂穷狂 张牙舞爪 高高在上指挥教训人 辖制伤害了弟兄姊妹 还打岔交友了教会工作 我就特别自责愧疚 我向神祷告 神啊 我以往太瞎眼 不认识自己 总认为自己 做带领时间久 懂得多 比谁都好 凭着狂妄性情尽本分 打岔交友了神家工作 神啊 我不愿再抵挡你 愿意真实悔改 之后我看到神的话说 我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你得知道 国度里不容许 有污秽的人进去 不容许污秽的人 玷污圣地 你虽然做了许多工作 你虽做工多年 但到头来 人世污秽不堪 你想进我的国度 那是天理难容的事 从创世到如今 我未曾对任何一个 献私情的人 开过这样的方便之门 这是天规 谁也打不破 你得追求生命 今天要成全的是彼得一类的人 是追求个人性情变化的人 是愿意做神的见证 愿意尽到受造之物的本分的人 就这样的人 才是被成全的人 我定规一个人的归宿 不是根据其年岁的大小 不是根据其资格的老幼 也不是根据其受苦的多少 更不是根据其可怜的程度 而是根据其有无真理 除此以外 别无选择 你们都应明白 不遵行神旨意的人 同样都要受惩罚的 这是任何一个人 都不能改变的 阿们 神的话说得太清楚了 神定归人结局 不是看人信神年头多少 会讲多少道 能做多少功 而是看人是否追求真理 败乏性情有没有变化 能否静好受造之物的本分 这是最关键的 阿们 一往我不认识神的公义性情 就把自己信神时间长 做过几年代理 尽本分有些果效 当作资本 因为这样追求下去 就能谋生拯救 根本不注重 经理神的审判刑法 修理对付 更不注重 在尽本分的过程中 寻求真理解决败坏性情 导致信神几年 生命性情也没有多少变化 还凭撒旦的狂妄本性活着 作恶抵挡神 我看到信神不追求真理 就不能认识自己 向神真实的悔改 不管做多少功 讲多少道 神命性情没有变化 照样被神定罪淘汰 这是神的公义性情 与圣洁的实质决定的 阿们 明白神的心意后 我不再以自己信神多年 做过多少工作为资本了 开始注重多在神话上下功夫 反省认识自己 追求变化自己的撒旦性情 过后 我又再教会进场了本分 谢谢 在与弟兄姊妹配搭时 低调一些了 弟兄姊妹提出不同的观点时 有时虽然觉得自己看得对 想让别人听我的 但很快地就意识到 自己又在流露狂妄心情 就祷告神放下自己 和弟兄姊妹共同寻求真理 商量着解决 弟兄姊妹都说过 没有以前那么狂妄高傲了 成熟稳重多了 感谢神 听到这样的评价 我心里特别地受感动 我知道 这是神话语的审判心法 达到的果效 虽然我的狂妄心情 还没完全脱去 与神的要求标准 还相差很远 但我已看见了神的爱 神的拯救 看到了神的说话做工 的确能变化人 捷径人 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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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